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DSE 2022年的PayPal1第16條的長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它就說LED的GX就是這個 就是3X2次加12KX再加16K2次加8 它就說Where的K is a long zero constant 再結束 先看APEX 它就說Using the method of competing the square 講到明用配方法 它就叫你Express in terms of k 就是the coordinate of the vertex of the graph of y 等於GX 事不宜遲 拿單紙出來再說 不如這樣 我在旁邊放個圖示給大家 下至原筆 其實什麼叫做Vertex呢 或者配方法也好 甚至Vertex是怎樣看出來的呢 如果你能夠把Y等於GX 為何待會調成一個這樣的樣子 Y等於A X-H 寫好一點點 就整個東西二次 再加K 如果我們調成一個這樣的樣子 其實我們就可以從這個形狀 看到一些東西 不如我先把這個形狀 這個形狀是用來看Vertex的 從中我們會看到 其實Vertex的位置 就是這兩個灰色部分 就是H和K 所以從這兩個位置看到 其實就是Vertex 如果我們調成這個樣子 那個頂點 就會等於HK 所謂的HK就是那兩個灰色部分 看到嗎 所以在這裡我給你一個highlight Vertex就是HK 可以嗎 OK 而事實上 我們不如就來一來 A part 直接做吧 不要說那麼多廢話 OK A part 現在我們就叫做Y等於GX 這題目 GX它有給我們的 GX我先抄回去 這題目給我們就是3X的2次 再加12個KX 再加16K 2次 再加8 如果我是你 我自己就會把3抽起 可以嗎 OK 所以我自己會先抽起3 即是全式抽起3 剩下的東西 如果你給我 我剩下的東西 就是X2次 再加3 4 112 所以這裡就是4KX X 再加 這塊東西 沒有3抽 不要緊 給它超過3 所以裡面就是16K 2次再加8 再超過3 2、4日上 你也可以重複 你繩進去的時候 就是3X2次 第一箭咀 還原到這個 第二個箭咀 繩進去3、4、1、12 就是12KX 這樣就出這個 然後把這個3 繩進去的時候 第三個箭咀 跟這個3 約了 沒有了 即是16K 2次加8 即還原到這個 這樣就成功了 然後在裡面 我們做一點手腳 就是無中生有 何謂無中生有呢 我放大一點射 我3照射 這個開中庫 變成這個 我自己會這樣看 因為我是瞄著前面這個B位 我們俗稱叫B位 就是4K 首先把它做兩個動作 首先把它除2 即4K除2 就變2K 然後txt square 就是2K的整個東西 所以我們無中生有就搞這塊 就是X的2次 我照抄藍色部分 就是4KX 後兩塊東西照抄 然後綠色部分 就是無中生有 先加這塊 就是加2K 整個東西2次 加完這個 為何待會要再減回 我們不如先寫這個 這個藍色部分 就是再加16K的2次 再加8 再加3 再加3 重複 就是說現在 藍色部分 這三卡的東西全齊 看到嗎 問題就是 無緣無故加了一個綠色部分 那你就減回它 所以這裡我會減回2K 整個東西的2次 當然 就關回中庫糊 好 所以換句話來說 先試一下 對 換句話來說 我們整理一下 都幾明顯 前面這塊東西 不如我給一個綠色 highlight 好嗎 前面這塊東西 都幾明顯 其實就是 identity 所以其實在外邊 我照寫 在外邊 那裡有個3 我就照寫 中庫糊 我照寫 前面綠色這塊東西 都幾明顯 就是這個 就是 X 再加2K 就是整個東西的2次 那這塊東西 其實就是綠色部分 來的 不信你試一下拆散它 根據 identity 就是 A加B的2次 等於A2次加2AB 再加B2次 那就是X2次 再加2X2K 就是4KX 就是還原這兩個 再加2K 整個2次 那就是還原3個 好了 那後面 就再加 好了 將這兩塊東西 加了它 那其實呢 簡單來說 這裡就是 2KX2K 就是4KX2次 那下面 抗份母 就是Over3 所以上面 4KX2XX3 就是4X3是12 那就是 12KX2次 就是16KX2次 減12KX2次 剩下來了 應該就是 這裡 就是4KX2次 再加8 那這些偉大基本功 自己慢慢搞 那我都快快手手 因為這條都很煩 OK 那就可以 那再Over3 那現在我就再把 這裡 懸不肯兩個箭咀 把3 扔進去拆庫糊 簡單一點說 對不對 扔進去 那就是拆庫糊 那所以我扔進去的時候 如無以外 這裡應該就會出什麼呢 那第一個箭咀 寫好一點點 那第一個箭咀 出3 就再乘回 這個 就是這個 OK 那就是這個 X再加2K 就整個一二次 好了 就再加 好了 第二個箭咀 將衣服扔進去的時候 和這個衣服抵消了 所以剩下來 應該就是整個 就是4K 二次再加8 那樣子都幾次了 很明顯你對到 A位就是這個 是不是 就是那3 那麼 後面的所謂的K位 就是這個位 那個Y位 就是這個 4K 二次加8 那麼差一點 那這裡呢 X 減H 二次 X今次這個不是減 所以我對上它做減 所以在這裡呢 我會這樣寫 就是 等於3 開個中固回比區 就是 X 強行變造減 負負就得正 對不對 所以就是 減減2K 那就加2K 負負一正 但是我這樣寫 就是因為要對位 OK 再加 就 後面這個 就是4K 二次 再加8 那所以今次應該 對到位了吧 那所以呢 我現在拿一支灰色的光線給你了 看看對不到位 那我自己覺得 這個H位 就是減H 所以就減這個位 那就是 負2K 好了 的二次 整個二次 再加K K就是這個位 那所以其實就是 選這個 給你一個光線 那所以 我們心裡有數了 就是 所以 回回人家 就是那個的 Vertex 就是 Ver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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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會是 X位 就是 就是 減2K 就是 負2K 好了 而Y位 就是 這個 就是 4K 的二次 再加8 那 那整件事搞定 可以嗎 如果可以的話 為什麼我想 開一張新的紙 做 Bpart 因為下面 本燈坑的位置 又不是很多 但又不足夠做Bpart 好 那看一看Bpart 他問什麼 都比較煩 建議你為什麼畫圖 這麼多文字 他就說 on the same rectangular coordinate system 即是在同一個直角座表平面上 他就說 delote the vertex of the graph of y 等於 gx and the vertex of the graph of y 等於 2g-x by a and b respectively OK 即是說 A part 剛才的答案 那個vertex 可能叫做A 和那個頂點叫做A B 就是這個vertex 頂點 OK 他就繼續說 他就說 Leg的M Be a point Lying on AB 而such that 而導致發生什麼事 就是說 the area of triangle OBM is triple 是嗎 就是 of the area of triangle OAM 即是差三倍 兩個的面積 OK 他就說 說得明白 Where O 即是說得明白 O是什麼 Is the origin 是個原點 即是0,0 O是0,0 OK 他就說 叫我們Express in terms of k 就是the coordinates of m OK 好 拿張新的答案字 那我就 我在這裡做B part 不要急 慢慢來 我們不如用上面這裡 當一個算草 整理一下資料 太亂了 OK 首先 他有提及過一些功能 我用原筆 因為算草 這些不外出的 OK 或者我不寫B part 我用來做算草 這個叫做功能 我自己在想 首先 功能發生什麼事 原裝就是 叫做Y 等於 G X OK 寫好一點點 然後 他經歷了 我幾個 他經歷了兩個動作 才轉為Y等於 2G 負X 經歷了哪兩個動作 不如我這樣 標示 第一個動作 我就標示 我自己覺得 第一個動作 就是 這裡 就是 我自己覺得 就是 Reflecting 就是 Along 那個Y axis 沿著 Y 軸 做反射 他就會變成 做什麼呢 就是 Y等於 G 負X 即是 在功能裡面 被負它 OK 之後 再搖身一邊 他又會再做另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我自己覺得 他的轉變 就是這個 我不是幾個位置 所以我這樣寫下來 好嗎 第二個動作 我自己覺得 就是 他做了 一個叫做 放大 就是enardering 就 Along Y axis 就是 沿著X軸 放大 至原來的 兩倍 我自己覺得 他就 搖身一邊 就變成這個 就是Y 等於 這個 或者這樣寫 都好像不太好 我偷多一點點位 不要介意 那就 要偷盡點 OK 那 我移開這堆 因為我想一行過 那些東西會更清晰 對了 那就偷多一點點位 然後 之後 可不可以再偷多一點點呢 OK 那就 就 看得不可以 盡量 希望可以 第二個動作 他就是做了 enardering Along Y axis OK 那就 搖身一邊 就變成做什麼呢 就是 這些我拆掉了 就變成做 Y等於 正如他所說 最後就變成做 Y等於2 然後乘以G 負X 那麼 在這個過程中 做了這兩個動作 首先 就是 沿著Y軸 做反射 然後 第二個動作就是 沿著Y軸 放大至原來的 2倍 enlarging along Y axis 2 times 對不對 OK 2 times 所以其實 簡單說 或者我不捨 所以 我們現在想看看 那些軸 究竟發生什麼事 那些軸 原先 就是 4K 2次加8 OK 然後經歷 一個這樣的動作 就是 reflecting along Y axis 即是 沿著Y軸 反射 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 Y的確定沒有動過 只是把 這個反了上去 把X位反了上去 所以 就是 由負2K 變成2K 所以在這裏 我自己覺得 下一步 那個 Vertex 就會由 負2K 變成2K X位 那麼 Y位是沒有改變的 所以我整個就照抄 然後來到 這裡第二個動作 就是 enlarging along Y axis 就是 2 times 就是沿著Y軸 放大至原來的2倍 簡單來說 我自己覺得 最後變成B點 對不對 這個B點 首先我會覺得 就是 X環境的位置 是沒有改變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繼續是2K 然後 真的跟這個一樣 OK 而事實上 這個動作 就是 沿著Y軸 放大兩倍 所以 Y的環境 會佩大了兩倍 所以 就是4K 2次加8 整個乘2 所以這裏 我自己覺得 看到又看不到又沒有 就是8K 2次 再加16 所以 換句話來講 你給我 我真的會馬上寫下 這兩點 OK 所以 如果 我留多一點位置 待會想畫幅圖 所以 我在這裏做 B part 藍色筆是出門的 就是query 明顯地 我會這樣告訴大家 就是 A點 我已經知道 就是這個 剛才也解釋過 就是-2K 還有 4K 2次 再加8 2次 再加16 好 好 你 標明到 其實我想 你標到這個 和這個出來 段股 尤其是這個 我覺得值一分 可以嗎 然後 繼續 我們不如畫圖出來看看 但很多單行在這裏 阻礙了 所以 我自己不想要這些黑色單行 不如我弄走它 OK 不要在這裏阻礙了 好 這樣可能會好一點 然後 我們繼續去吧 就 咦 我是不是應該 把這些 都弄走這個單行 好像好一點 好像真的是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也知道我太美了 OK 弄走它 這樣好像好一點 好 Copy and Paste 放上來 好了 上面這些全部都是森草 先說明 OK 現在我想處理一下圖像 有圖有真相 對不對 我拿一支圓筆出來畫圖畫 這幅圖到底是怎樣的呢 我自己覺得有XY Access 那就一定的 一定的 是不是 好噁心 畫好一點 有XY Access 我特意畫大一點 你會看得舒服一點 這個就是X軸 這個是Y軸 XY Access OK 而事實上 這個就是所謂的O點 Origin 原點 0 就在這裡 好了 剛剛提及過 就是有兩點 叫做A點 和B點 我們嘗試一下 抹下它 其實我會看到 首先 這個X位 就是-2K 這個就是2K 所以其實 它應該在Y軸的左右兩邊 對稱地方 在這裡 而事實上 我當作一個例子 A點 不如在 這裡 好嗎 A點 我當作在這裡 就叫做A -2K 如果你在這裡 按過 -2K 在這裡 K應該跟它對稱 跟Y 照鏡 大概 所以我自己覺得 首先 它在這裡 然後 Y 這個 是4K 2次 加8 不要忘記 在這裡 2倍 所以如果4K 2次加8 在這裡 就在這裡 所以大約 目測 我自己覺得 B點 應該似是在 大約這裡 即是說 這點是B點 就是2K 8K 2次 再加16 就是在這裡 我們連起它 好嗎 就是有一條 直線 在這裡 我們連起它 曾經有提及過 有一點叫做M點 在那個題目那裡 而那個N點 是在AB上面的一點 就是Line on AB 就是在這條線上面 有一點叫做M點 我自己覺得 我先記錄了 M點 應該是這裡 這一點 我自己覺得 就是 在這裡 這一點叫做M點 為什麼我會覺得 在這裡 我待會解釋給你聽 我先畫下圖 而它就有說 就是 有兩個圖 三個人的圖 他們的面積的差距 是相差三倍的 對嗎? 對嗎? 所以其實 它在說的那兩個圖 在哪裡呢? 不如我先記錄它 然後慢慢再跟你說 為什麼 我自己也貪漂亮 所以我給你一些虛線 畫好圖 我再慢慢再跟你說 我自己覺得 這裡有兩個圖 第一個圖 應該就是 黃色這個 或者我放大一點 只要打亮 容許我多加一條紅色虛線 我再跟你慢慢說 我又買個顏色 和你慢慢解釋 有圖在這裡 你會 容易一點你解釋 好吧 好吧 那 它現在 這條題目說的 就是說 有兩個圖 第一個圖 就是 三角形 OBM 你看看這條題目 B部分 就是 它的形容應該是 這個 另外 那個三角形 就是 OAM 就是說橙色這個 這個 黃色這個 和橙色這個 這個 的面積相差三倍 我自己會這樣想 那 即是給了什麼 我呢 對不對 Also 我自己會這樣想 我們會看到 就是 由於 他們的面積相差三倍 對不對 我會這樣寫 由於 這個 area of 這個 三角形 OBM 即是黃色那個 一個 整句原文就是這樣的 就是 is triple of 這個 這個 或者我懶得一點點 of that of 這個 三角形 就是 OAM 即是 橙色那個 簡單說 就是 就是 原來 他們兩個 黃色和橙色的三倍 在這裡 這兩個三倍 他們的面積是差三倍 那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自己會看到 其實說真的 如果這個是底的時候 黃色三倍 這個是底 BM 那 高就是紅色 底成高 除二 如果橙色三倍 底是 叫做 MA 那 高也是一樣 就是這個 紅色虛線 這個 就是那個高 底成高除二 由於底成高除二 那個高 大家一樣 就是說 BM和MA的比例 應該是相差 3比1 所以 我們心裡有數 就是說 BM 比那個 MA 應該是等於 3比1 所以 其實我們不如更新 它在圖上 就是說 這裡 如果是 3的時候 這邊就是1 就是3比1 我就這樣寫 好嗎 所以其實本句說話 來說 現在我們最想找的是什麼 就是那個M點而已 那不如我們 那個M點 叫做XY 那就是說 在這幅圖上 我叫它做XY 而事實上 根據這個 Session Formula 就是 你都已經有了 它們的比例 就是1比3 所以 簡單來說 X也不難計 X 理論上 就會等於 將 2K 乘1 是嗎 就是2K乘1 再加這個-2K 再乘對面的比例 就是3 就是-2K 乘3 乘3 就再 over 就是1加3 就是1加3 所以其實在這裡 你不難發現 其實 就是 我們整理好 就是 換言之 如果我們整理好 上面就是-4K 而下面就是 over 4 所以 約一約的情況下 我們都不難發現 4和4可以約了它 剩下 這裡就是 1 1 乘1 除1 都不用理它 即是這個位置 就會出-2K 當然 我想省位 所以我戒開個- 我戒開個- 螢光膜 OK 都是很差的 好 都有點辦法 先用間尺 OK 好 如果我們再來 Y是怎麼搞的呢 Y一樣 根據Session Formula 中文叫做分點定理 OK Y會等於什麼呢 就是把8K 2次加16 就是Y位 乘對面的1 就是8K 2次再加16 再乘1 再加 這個 就是4K 2次加8 這個Y位乘過去 3 就是4K 2次再加8 就再乘3 就再 over 就是1加3 換句說話來說 如無意外 上面就剩下 20K 2次 再加40 而下面就是 over 4 換句說話來說 上面可以抽起4 就是抽起4 裡面就剩下5K 2次加10 約走了4 就是簡單說 就是5K 2次加10 所以我們心裡有數 就是Hence 所以 M座標的座標 是多少呢 如無意外 就是X位 就是-K 5K 而Y位 就是5K 的2次 再加10 整件事搞定了 OK 好 終於搞定了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這個就是A part B part的全條題目詳細的問題 好了 至於這個 就是A part的詳細答案 OK 好 這個 B part的詳細答案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 今天就到這裡了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學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